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从历史发生的事实可以了解我们所拜的神 那更容易帮助我们应该怎么活能够蒙神喜悦 神是看不见的 但是我们整个我们的一生 包括我们所处的这个周围的环境 都是在神的控制之下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很多事情去学习 怎么来明白神的旨意 怎么来顺服神 我们现在看约约第一章 约约第一章 第一节跟第二节 请 这个地方 神要约约约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到尼尼围城去传警告 那你以为是什么地方 它是亚述帝国的首都 所以这个不是神的选民的地方 所以这个不是神的选民的地方 那为什么要传警告 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 我们常常在想说 我们做事情 如果是私生活 隐秘做的都没有人知道 或者说 有时候人会觉得 虽然有神 你看我们怎么做 都没有关系 也没有什么回应 但是这个地方讲 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 在《创世记》里面讲 神毁灭首都马前 首都马之前 也是这样讲 他们的恶达到神的面前 所以 从圣经我们可以了解 神有两个很重要的本性 一个是神的公义 一个是神的灵敏 那这个两个本性 是并行的 所以他有公义 但是他也有灵敏 他有灵敏 他也有公义 所以这个地方讲 他的恶达到我面前 那个恶是什么 很多的恶都跟拜偶像有关系 Many forms of wickedness are related to idol worship 再来跟犯奸瘾有关系 And then also sexual immorality 然后再来跟社会上 没有公义 也有关系 And also related to injustice in society 那为什么 要传警告 如果我们到了第三章 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传警告叫他们悔改 因为如果没有悔改 灾祸就会来到 所以灾祸临到 这个就是神公义的审判 但是在神的公义还没有来到之前 神希望给他们一个机会悔改 这个就是神的灵敏 But before God's judgment came to pass God was merciful to give them a chance to repent 好像罗亚那个世代 人整天说想都是恶 Just like in the time of Noah All the thoughts of man were evil 然后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已经败坏 And their ways of life were evil 所以神看他们的尽头已经来到 So God had seen that their end was near 所以如果有罪 那最后看人的尽头就来到 And so if there is sin present And God knows that a person's end is coming 但是神要毁灭挪亚当个世代以前 先叫挪亚赵方舟传警告 But before God destroyed the people during Noah's time He sent a warning 这个就是神的灵敏 And this was the mercy of God 在公义的审判没有来之前 给人有悔改得救的机会 Before this righteous judgment came God was merciful to give people a chance to repent 那从古代到现在 人性没有改变 And so from these historical times until now The human characteristics have not changed 我们看科技一直在进步 We see that technology is continually improving 知识越来越爆发 And knowledge is also increasing 生活水准越来越好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s getting better 但是人性没有改变 But human nature is still not changing 所以我们比较现在这个世代跟挪亚的世代跟索多玛 可能现在这世代比以前更邪恶 So if we compare our society today to the times of Noah and also of Sodom and Gomorrah Then it might be even more evil right now 那如果我们读看启示录 人的尽头已经快来到 And if we read until the book of Revelation We will understand that the end of humans is coming near 因为真教会的建立就是末世的开始 Becaus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ue church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times 所以真教会就是末世的方舟 So the true church is the arc of the end times 我们的使命就是建造这个方舟 And our mission is to build up this arc 然后去传警告 And to preach this warning 所以跟神要约纳所做的事情非常地接近 So it's very close to what God requested Jonah to do 所以公义的审判未来之前先传扬神的黎明 So before the righteous judgment of God comes We are preaching the mercy of God 那约纳对神的要求 他怎么去回应 And so how did Jonah respond to the request from God? 我们现在看约纳书第一章 So let us look at Jonah chapter 1 约纳书第一章的第三节 这个第三节有两次提到 约纳去躲避神 神叫他去尼尼尾 但是他逃往塔斯 God called Jonah to go to Nineveh But instead he fled to Tarshish 尼尼尾跟塔斯是完全不同方向的 And Nineveh and Tarshish are in completely opposite directions 所以约纳他一直很坚定 你要去叫我传警告 我就是不去 But Jonah was strongly determined to not preach this warning 但是圣经我们找不到直接的根据 为什么约纳不去 So in the Bible we don't have a direct reason 但是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 在旧约时代 犹太人觉得他们是选民 是属神的人 但是尼尼尾城 这个不是选民 所以对约纳来来讲 很可能他不愿意这些不是选民的人 能够悔改得救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神的爱 其实普及世界上每一个人 所以到在旧约时代就已经预言 主耶稣要成为外邦人的光 所以神的救恩到主耶稣降临 就要临到世界上每一个人 那要怎么临到世界上每一个人 当然就是要借着人去传福音传警告 但是有时候我们在读约约书 我们都把约约当作第三者 那是他的事情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故事 但好像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想 这个传警告在末世 就是传得救的福音 那得圣灵就是受到神的差遣 那这样很显然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现代的约纳 神希望我们到这个世界去传扬神 要人回头悔改的讯息 但是问题是 有时候我们向约纳去逃避神 为什么 因为神要约约去到尼尼尾 但是他选择去到约旁 另外一个地方 扎斯 所以有时候虽然我们有来聚会 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生活目标 就好像是在逃避神 对我们的呼召 要去传这个警告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有几十年的时间 我们怎么去安排我们的一生 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要选择在世界上 如果要有成就或者更高的收入 那我们的投入就会影响我们去做约纳 神要约纳做的工作 那这样也差不多是等于我们在逃避神 所以我们在找工作甚至居住的地点都要想一个问题 这个会不会影响我侍奉神 因为到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 因为到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 神托付我们的工作我们有没有把它做好 那约纳逃避神 他就真的可以逃避神吗 如果神是人 那你现在躲到约帕去 或者躲到祂失去 你能够怎么办 离开了一个国家 你就没有办法能够怎么办 但是圣经里面讲 神不是人 我们看诗篇的139篇 四篇的139篇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第十二节 我们讲讲我哪里去躲避神啊 你升到天上 神也在那里 你下到阴间 神也在那里 你能够跑到海极的居住 神也在那里 所以到处都有神 你没有办法躲避神啊 所以我们回到约纳的第一章的第四节 那神就用两件事情来改变约纳 第一个是大风 看这个有没有办法改变约纳 所以第四节 你看这个风有多大 大到连船只都要破坏 大到很有经验的水手都会怕起来 所以第四节 神是海中起大风浪 既然到那个程度以后 怎么办啊 大家都在求告神啊 那如果风浪这么大 约纳应该 哇好怕 一定是我 我赶快起来祷告 那神悔改啊 我一定会去传警告啊 但是你看 约纳这个人要躲避神 很有决心啊 我们看第五节 这里讲啊 约约纳下到海底 最下舱 那在那里沉睡 所以约纳有没有悔改 没有 大家都在求告他的神 约纳有没有求告他的神 看不出来 那大家都很怕啊 这样下去这个船就坏沉掉 大家都死啊 所以第七节开始 他们就开始抽签 到底是因为谁有这个风浪 起了这个风浪 所以到时候一抽就抽到约纳 哦 这个风浪是因为你了 and so they cast lots and the lot fell on Jonah 哦 那找到约约 约约怎么讲呢 我们看第八节 我们看第八节 请 第九节 所以到时候他就讲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所以十一节 我们要怎么行呢 这个海中可以平静呢 我们看十二节 哦 请 所以约约约约 他也知道哦 这个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 他也知道是因为他逃避神 那约约约有没有悔改呢 看不出来 所以到最后 你把我丢到海里 风就平静 所以我们如果看十五节 他们将约约约 抬起来 掏在海里 狂风就平静了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有时候我们人生的一些风浪 不是偶然 也不是巧合 这是神刻意的安排 因为我们每一天 这样一天一天 很顺利这样一直生活 有时候头脑都没有在想 因为如果我们生活 都很轻松 每天 那遇到人生的风浪 摇一摇 我们就开始会想 为什么神允许这个事情 发生在我身上 发生在我家庭里面 当我们很认真 跪在神面前祷告 求神让我们明白 为什么会发生 那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 我们的生活就会改变 所以很多事情 有时候包括工作也一样 你为什么工作 一直不是很顺利呢 为什么我们信耶稣以后 好像活得很辛苦呢 为什么 好像没有神的祝福 那是为什么 所以周围的风浪 会帮助我们来思考 好像哈盖书里面 在讲 说这个殿荒凉 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子 那个殿就是今天的教会 那殿荒凉就是指着教会 圣公没有兴旺 那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子 天天只是顾虑自己生活 怎么过得好 所以在哈盖书里面讲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你们种得多 收得少 钱带在裤带 好像漏了一个洞 为什么 因为神没有祝福 工作很认真 但是好像银行从来没有存过钱 但是年底一结账 怎么今年都不够用 那在哈盖书里面 神就讲 你们要审查 你们怎么生活 每一个人要上山去取木料 后来他们真的把殿盖 盖好了 从利殿的根基那一天开始 圣经说 从今天开始 你看 你们一定会蒙福气 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应该更投入 更努力 所以我工作才保得住 这个六日要劳碌做工 这是圣经的教训 但是 我们的工作 能不能保得住 这跟神的祝福有关系 有时候你找不到这个工作 神安排一个更好的工作给你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 这个很热心 在拜 在服侍神的信徒 生活好多体验 因为他们很投入 在完成神对他们的托付 所以神很喜欢他 神的恩典就临到他们 所以同样六天工作 这个工作没有 还有更好的工作 那这样不是生活更好吗 对神的恩典有体验 也能够参与教会的圣工 那我们的信仰会更加活泼 那教会也会 因为我们的侍奉 更加的长进 所以 约拿逃避神 到最后一个大风大浪 把他摇出来 但是显然他没有悔改 那现在神就安排 第二件事情发生 要让约拿真的有改变 我们现在看约拿 第一章的17节 这里讲哦 神安排大鱼 把鱼吞在鱼肚里 三天三夜 这个到底真实发生 还是一个故事 你看主耶稣怎么讲 除了约拿的神迹 没有不再给你们神迹看 那主耶稣讲那个约拿的神迹是什么 他死了三天还要再复活过来 所以主耶稣也引用约拿在鱼肚子三天三夜讲 这个是神迹 这个不是童话故事 那到了第二章 约拿在鱼肚子里面 他就真的在寻求神 那在鱼肚子里面到底有什么感觉 我们现在回来看第二章 约拿第二章 第二章第一节 第一章约拿没有祷告 大风大浪算不了什么 他没有祷告 那到了鱼肚子里面 约拿就开始祷告 我们现在来看第二节 这个第二节讲我遭遇患难 这个患难是什么 下面讲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 所以这个患难就是阴间的深处 那阴间的深处是什么 鱼肚子 你想想看你如果被一个鱼吞到肚子里面去 那鱼一往下沉 那不是阴间吗 那很可怕的 这个是患难 然后如果我们再读第三节 那你这个第三节讲啊 你将我投到深渊 这个鱼肚子是深渊 though you cast me into the deep and this deep is the belly of the fish 海的深处 which is the heart of the seas 然后四面都是大水环绕 and the floods surrounded me 都瞒过我的身 and the waves passed over me 所以一度是三天三夜不好受 so being in the belly of the fish is not a pleasant experience 然后我们如果再看下去 到第五节 and if we continue reading verse 5 the waters surrounded me even to my soul the deep closed around me weeds were wrapped around my head 这里讲啊 圣愿围住我海草 缠绕我的头啊 so here it says that the water surrounded me the deep closed around me and weeds were wrapped about my head 所以这一些都描写啊 在鱼肚子三天三夜 是很痛苦 so all of these are describing how much suffering it felt Jonah felt when he was in the belly of the fish 这个比大风大浪干的 痛苦很多很多倍 this must have been many many more times worse than the storms and the waves 所以他就开始寻求神 so Jonah therefore began to call out to God 所以哦 不管人有多硬 多多多铁石心肠 如果神要我们顺服 是有办法的 so no matter how stubborn or how hard hearted someone is God is able to shake them up and to change them 所以大浪不能改变 Jonah 大鱼就改变了 Jonah so even though the great storms and waves could not change Jonah this great fish was able to 那我们怎么知道 Jonah有改变呢 and so how do we know that Jonah changed 如果我们从第二章 第一节的祷告开始看 If we start looking from chapter 2 in Jonah's prayer 约音变成非常专心 Jonah became very focused 你看他从头到尾 他讲的都是神 We can see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to end Jonah was only speaking of God 所以有时候人生活太舒服 很难专心 So sometimes when people are living too comfortable of a life they are unable to focus 生活太舒服 整个想到都是世界 because when you are living too comfortably then everything you're thinking about is in the world 但是如果有一天神 把我们放在鱼肚子 那个体验里面 But if one day we experience God putting us in the belly of the fish 你就发现这些东西 都不重要 Then we realize that all of these things are not important 当人在极度的患难里面 重要是什么 重要就是神 When people are met with these grave situations Then they realize their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God 因为你现在在鱼肚子里面 没有神力怎么出来 Because when you are in this belly of the fish If you don't have God then how will you escape 所以你看约南的祷告 从头到尾都是专心在神的身上 So we can see that in Jonah's pray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It was focused all on God 有几件事情 So there are a few things 我们现在来看第二节 第二节说 我遭遇患难 求告你 所以这里开始他求告神 So in verse 2 it says I cried out to the Lord because of my affliction So starting from this point Jonah cries out 大风他没有求告神 When there were great winds and storms Jonah did not cry out 但是在鱼肚子他就求告神 But in the belly of the fish Jonah cried out 一个这么意志坚强的人 竟然会求告神 为什么 因为不然他就没路走啦 只有神可以给他一条路 And why is that? It's because he realized that There was only God who was able to give him a new path forward 求告神你就应允我 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 你就俯听我的声音 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 你就俯听我的声音 所以可见 神不是要毁掉 Jonah 神是要改变 Jonah 神是要改变 Jonah 所以神的意念是要示平安 不是要降灾祸 所以第一个 他在痛苦中求告神 And so the first thing is that Jonah cried out to the Lord in his affliction 好 好 好 我们看第四节 And in verse 4 请读 Then I said I have been cast out of your sight Yet I will look again toward your holy temple 这里讲他仰望神的殿 Here it says that I look again toward your temple 为什么讲神的殿 So why does Jonah speak of God's temple 因为在旧约圣经啊 圣殿是神的居所 那今天那个殿就是教会 教会就是神的居所 所以人在很顺利的时候 有时候心并没有归向教会 顺利 顺利 有时候虽然人有来教会 但是心并没有来 但是当一个人遇到患难 真的需要抓住神 真的需要抓住神 我们整个心会归回向教会 因为教会是很多人得恩典的地方 很多人灵性复兴的地方 It's a place where many people revive their faith 所以我们很想教会 And so they will yearn to come to church 那我们再接下去 And if we continue reading OK 我们看第六节 Let us look at verse 6 I went down to the moorings of the mountains The earth with its bars closed behind me forever Yet you have brought up my life from the pit, O Lord my God 这里地方讲啊 你将我的性命从坑水中救出来 Here it says You have brought up my life from the pit 所以在这里他开始想到神的救赎 So here Jonah begins to think about the salvation of God 神的救赎就是他的盼望 The salvation of God is His hope 然后我们再看第七节 And if we continue reading verse 7 请 When my soul fainted within me, I remembered the Lord And my prayer went up to you in your holy temple 这个地方讲 我心发昏的时候 我就想念神 什么时候想念神? 什么时候想念神? 心发昏的时候 So Jonah says here that I remembered the Lord And when did he remember the Lord? It was when his soul fainted 这个发昏就是在鱼肚子里面 已经里面海藻残的这样 昏昏沉沉的时候 他就开始想念神 So it was at this point when Jonah started feeling faint within the belly of the fish 然后到了第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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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n verse 9 然后到了第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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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 他就会感谢 到这个地方 他就会感谢 用感谢来献给神 所以在鱼肚子里面 原来很专心 所以在鱼肚子里面 原来很专心 所以在鱼肚子里面 原来很专心 他求告神 仰望神 仰望神 求神拯救 想念神的殿 想念神的殿 感谢神 感谢神 他真的回头了 那他一回头以后 发生什么事情 第十节 In verse 10 So the Lord spoke to the fish and it vomited Jonah onto dry land 神就吩咐鱼 祂不知道 约娜就吐在汉地上 这一次 要约娜去 传警告 因为约娜已经开始寻求神 她愿意顺服神 所以她就去了 所以一个人会很热心做圣工 有时候会经历一段过程 So before a person begins to fervently serve God Many of the times they have to go through a process first 那我们就对神的工作会越来越投入 那我们唱什么 392 392 402 最后153 405 最后155 最后15 Utah 您会看到很多 您会看到